聖子傳說Steam版啊 在這個最近我已經看到了 他有更新一些圖片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素蘭針的圖案圖片啊已經換了 跟舊版是不一樣的 劍軍也是然後狂刀也是 葉小猜也是 我覺得這個新的改這個圖片比較好看 一定都是側聯 狂刀有點正年啊 不過因為正年之前都是正年 正年是有點呆呆的 不過他改成這樣我覺得還不錯 現在可是 琉璃仙境的這張圖片還是舊的 對 然後還有什麼 呃 這是這個地圖啊顯示地圖這樣 然後再來是血量部分齁 血量部分以前我記得是255吧 8個bit 可是現在好像超過了 266啊239都 266啊都已經超過了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你看這個 我記得以前 以前是255啦 你記錯的話 好 再來什麼還有什麼 以前呆呆也對 他畫這個照片比較好看 不過這也是舊齊的照片啊 現在新的照片都不長這樣 好 再來是 好你看哦 我記得 等一下這邊先跟大家講 好你看這邊 第一個 你們這樣看得到嗎 會不會太小 好這之前沒有講到 之前的實力沒有 沒有這些八大特點 就是電影劇情的部分啊 在以前 聖刺傳說的那個 單機版裡面的那個 電影的片段都 超糊的 超糊的 糊到不行 所以我猜 應該是把那些 清晰版的 電影電影的片段 重新放到裡面去啦 27分鐘的電影片段的 以高畫質重新剪輯 好 那這個部分 大家再去看那個 那個電影版的 聖刺傳說就會有啦 那遊戲的時候 我實況的時候 不會把那個 電影的片段 放給大家看 因為有版權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戰友輪發上陣 自由收放啊 這個 我不確定是在 比如說在這個 戰場上面可以直接換隊友 還是說 還是要回 流離線性換 就是 這個地方換隊友 他這樣講我就覺得好像是 就是 可以直接在戰場上 直接換隊友這樣 不知道 這講得很不清楚 好再來是藥水可以批次堆疊齁 以前是不行的 以前這邊就是一次 只能放一個藥水 一個 五格你只能放五格藥水 好再來是加快移動跟強化 流暢度齁 他說移動速度在戰鬥區域 是加快原本的150% 然後安全 安全安全區域 呃 加快300% 就是城鎮啊 城鎮的地方 然後就是速度比較快 因為以前走路很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看這個速度 戰鬥區域 你看他走路速的確變比較快一點 可是 我猜攻擊的速度是一樣 應該就走路的速度變了 你這樣其實會比較好打 說實話 因為以前的速度 老實說 你閃躲招式的 那個 的那個技巧更好一點 對 然後對奧向紅塵的圖片也換了 奧向紅塵的圖片也不是 以前也不是這樣子 然後你看 他這邊 他這個模式 有兩個方方形的 這個模式之前好像是沒有 對 我記得之前沒有 好 就這樣 再來 來 技能重新調整 那調整什麼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應該只是把它特效 改更好一點吧 好 另外一個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新增 蘇軟症絕學 那個八卦民中部 他說按Shift之後 再 加上游標點擊的方向 可以打太跑 我覺得蠻好奇的 這有點像那個野蠻的那個 暗黑破壞城是衝鋒的那個 的那個感覺 我猜了 然後 大俠地圖增加地域的辨識度 以前是沒有的 以前按Table鍵 去看那個目前的位置這樣子 新增多種快捷鍵 那這個 不知道 變有怎樣快捷鍵也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特別講 然後隨時收放帳友跟 變更AI的模式 我猜就是剛剛那個 你看 你看這邊 123 這三個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呵呵呵 這三個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意思 對啊 以前的AI很笨啊 然後可以快速切換招式 的快捷鍵之類的 以前快捷鍵要換是很麻煩 不好換 大概就這樣 然後輕樣子有換 可是我覺得輕樣子還是以前的比較好看 我覺得輕樣子這個新的 不ok 對 對 破擊到位 好懷念啊 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就看到 看到奧銷城的那個招式出來 就覺得很帥 呵呵 最強還是五行見證 嗯 大概就這樣子 就是最新的巴拉克點之一 剩下都沒什麼變化 最大的變化就是移動速度啦 照片換的 然後就是這一個 呵呵 新增絕學 呵呵 大概就這樣子 好啦 好 那我們3月10號 期待一下這個死定版 到時候 3月10號左右會在上一個影片 這樣 盛世傳說的東西 到時候會有抽獎的活動在那個影片裡面 大家記得要去看一下喔 好 好 那進行就到這邊了 好 好